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现在种草晚不晚 那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单独谈冷气草和暖气草两大草坪种类 那前两期视频里我们先聊的是暖气草 那今天我们先来聊冷气草 那对于冷气草来说 我们可以直接说几个论 只要你那里现在不是双冻时间 那么整个秋初到秋中 都是草坪种植的最好的时间 秋季对于冷气草的种植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温度 而是光照时间 换句话来说 你那里只要不是双冻 你的草坪草子就会发芽生根 从而慢慢的长出新的草坪 而这个新生长出来的草坪 哪怕你那里冬天下雪 也并不会因为冬天的寒冷 而导致草坪直接夭折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和时间节点 来选择秋季开始补种草坪 那在种植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使用Starter Fertilizer 这种专用来促进新生草坪生长的肥料 来帮助你快速建立草坪 那对于冷地草来说 大家一般有三种不同的草坪选择 一种是Redgrass 一种是Tofescue 一种是Bluegrass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草坪种类是什么 或者说你之前并没有什么草坪种植经验 那么KK建议大家草坪种类的选择 先从Redgrass开始 然后是Tofescue 最后才是比较难种的 周期比较长的Bluegrass 在草坪种植之前 我们现在需要整理一下你的草坪 将草坪上方的树叶剪走 然后就你的草坪相对来说割的较低一些 这样便与你拨洒下去的草坪 与土壤直接接触 那如果你的草坪在夏季的时候受损比较严重 那不妨也从头开始 因为种草坪这件事 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 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一般来说 在你的草坪拨洒下去两到三种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新生的草坪有牙了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什么时候开始割草 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要你的草坪割得更短一些 那么你就需要开始提前割草 那如果你不需要你的草坪变得很短 那实际上你可以等到三到四周 开始你的第一次草坪割草 在这过程中 大家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施肥浇水 那凉上的天气对于北方的冷击草来说 正好是生长的旺盛季节 所以你的草坪在建立好了之后 大家记得在双冻之前 一定要坚持割草 从而促进你的草坪 向更浓密的方向生长 那除此以外的维护呢 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时候 大家记得要及时清理到草坪上方的落叶 就像我之前说的 秋天的这个时候 寒冷的天气并不是阻碍冷击草 草坪生长的原因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 反而是阳光直射草坪的市场 覆盖在草坪上方的落叶 会阻碍阳光直接照射草坪 那在一方面 它不仅阻碍着草坪的光合作用 而在另一方面 落叶下方的潮湿环境 会加重草坪草病的自生 从而引发更麻烦的事情 那除此以外 在秋天的这个时候 并且在你草坪草子 拨洒下去之前 是一个很好的 调节草坪土壤PH的时机 我相信大家看过不少的视频 讲解像草坪里 拨洒生石灰的情况 那生石灰这个东西 主要是用来调节 你的草坪土壤PH的高度的 那如果你之前 做了你的草坪土壤PH检测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选择拨洒 或者不拨洒生石灰 唯一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这个生石灰一定要在 拨洒草子之前来进行拨洒 那实际上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是需要先轻微的翻动一下 你的草坪表层土壤 然后再拨洒下去生石灰 达到搅拌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的草坪土壤 上方已经建立起来了 还不错的草坪 那么你就不需要 进行草坪土壤的上翻 以免来破坏你已经建立起来的 草坪根系的生长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暖极草 那秋天这个时候 是不适宜种植暖极草草子的事件 虽然说秋天的这个时候 不管是阳光温度 还是阳光照射时长 都可以让草坪草子 快速生根发芽 但是对于暖极草来说 秋天的这个时候 早晚的温度过低 所以导致你的草坪即使发芽了 它也会长势相对较弱 从而会让你很难建立一个 可以在冬天站住的草坪 但有一种额外的情况 就是秋天的这个时候 是适用于暖极草草坪 波萨冬季Ragoras 暖极草草坪的最佳实际 实际上对于暖极草草坪 冬季波萨Ragoras 这种草坪的操作 有很多人持不同的意见 那它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坏处 波萨Ragoras之后的暖极草草坪 它可以在冬天的时间 保持长期的绿色 这种波萨方式解编一行 并且由于冬天的温度低 你的草坪生长 也并不会像天那么频繁 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 冬季波萨了Ragoras的草坪 不需要怎么割草 那除此以外呢 Ragoras波萨下去之后 它还可以帮助你的草坪 在冬天抵御杂草的侵蚀 而且这还是一个难得的 住在南方的朋友 来体验北方冷季草的最佳时刻 那当然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由于暖极草草坪在冬季比较弱势 冷季草草坪在冬季比较强势 所以你的暖极草草坪 或多或少的 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和影响 并且由于你的暖极草草坪 在冬季大量的出现黄色 你需要种植较高密度的Ragoras 才可以挡住那些 本来发黄的草坪表面 那这些高密度种植的Ragoras草坪 在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就需要使用相对应的除草剂 来彻底的将它们根除 否则 你的暖极草草坪 就没办法在期望的时间里 恢复绿色 所以如果从KK推荐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之前没有体会过 暖极草草坪 在冬季波萨Ragoras形成冷静的草坪的话 那这种波萨的方式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草坪种植体验 那Ragoras既便宜有大碗 所以基本上几十块钱 就可以让你体验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绿色的冬天 那秋天的这个草坪种植时间 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 一般是9月到11月初 而稍微奶一点的朋友 基本上是10月到12月 而像我们完全在南方的地区 基本上秋天要到11月到1月初 那这个时间 对于我们现在看节目的朋友来说 种植草坪完全不晚 所以也希望这期视频 回答了大家最开始的疑问 现在种植草坪为时不晚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